中国的牛肉和牛奶产业为什么干不过国外的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先来看一组数据 2021年中国牛肉进口量为233万吨 进口金额为125亿美元 乳制品进口量为390万吨 进口金额为133亿美元 可以看出不论是牛肉的进口量 还是乳制品的进口量 数量都是十分巨大的 有人会说中国的养牛产业已经很大了 为什么每年还要从国外进口如此大的量呢 难道我们自产的牛肉和乳制品不能自给自足吗 亦或是对我们的牛肉和乳制品质量不放心吗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第一点客观的说 我们在产品标准和质量上干不过别人 就拿乳制品的质量来说 欧盟国家的质量标准比我们的确要严和 在追求食品安全的大环境下 选择质量好的乳制品是大势所趋 第二点我们在养牛技术上干不过别人 我们的养牛模式大部分还停留在传统模式 相比欧美国家的养牛模式 整体水平差了一代 以荷兰养牛为例 荷兰作为世界上的养牛强国 全国有18000多家牧场 170多万头奶牛 牧场的养殖全面一坨先进的自动化数字化技术 实现规模化高效率养殖 比如在喂养方面 他们有数字化的控制体系 以此来控制牛肉和牛奶的品质 每头牛每天吃多少饲料都有严格的控制 另外出兰周期也有严格的控制 养多少时间才可以屠宰 力求品质最佳 第三点我们的养牛成本干不过别人 我们的养牛场很多 但玩的基本都是低端模式 养殖成本非常高 但在河南他们都是现代化的养牛厂 从饲料喂养 粪便清理 挤奶 屠宰等各个过程传释自动化设备 一个人能管理上千桶的奶牛 养殖效率十分高 从肠染来看 整体的养殖成本比我们要低很多 不论是产品质量 养牛技术还是养牛成本 河南的这套模式 领先世界成为养牛行业的标杆 这样看来 荷兰乳业王国的美与实至名归 而且他们的产品性价比真的高于我们的产品 作为消费者的我们 当然是愿意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 相信看完这个视频 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牛肉和牛奶产业干不过别人的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是谭谭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有价值 欢迎点赞评论并转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